咱们说张学良的一生虽然是毁欲参半 但是他身边的人却都是很值得称道的 尤其是他的四大保镖 个个都是赤胆中心一波云天 咱之前介绍过张学良的三位保镖了 今天呢咱们就来说说他的这四大保镖中 战功最高官位最大的刘多泉 这个刘多泉啊1899年出生于辽宁的凤城 20岁的时候就考入了保定军校 正是在保定军校的时候 刘多泉认识了决定他一生的人江化南 江化南是刘多泉在军校的同学 也是张学良的四大保镖之一 就把这个同学刘多泉推荐给了张学良 在1930年的11月啊张学良去了南京 刘多泉作为卫队长那自然也是贴身保镖啊 时刻是保护着张学良的人身安全 在中山林的时候啊 蒋介石一有所知的对张学良的卫队说 你们是张副司令的卫队 那也是我的卫队 你们要成为严守军纪服从命令的模范 并且送给卫队的每个人一块 绸缎面料 这个场景啊简直就是跟伪小报收揽 吴英雄手下的事啊一模一样 确实这就是老蒋在收卖人心啊 当然啊刘多泉他是不会被这点小恩小惠所蒙蔽的 他呢就对卫队的人说 我们要效忠张副司令 不要受人蒙骗 做出对不起长官的事 更值得一提的是 张学良策划的先事变啊 其中这个捉奖行动的总指挥就是刘多泉 当然刘多泉啊也因此给得罪了老蒋 西安事变后 东北军被整变为六个决 刘多泉被任命为第四十九军的军长 抗战爆发后 刘多泉率领四十九军千里赴荣基 奔赴到了松户战场 以血肉之躯 对抗日军的飞机大炮 全军是伤亡惨重啊 这时候的老蒋啊 早就对刘多泉怀恨在心了 自然是不会给他补充兵员 反而是趁机撤掉了他手下的一个市长 换上了自己的嫡系 后来呢又借故撤掉了刘多泉的职务 但是名将终究是名将 在抗战越来越艰难的时候啊 刘多泉又被重新的提拔了起来 出任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 在1943年的6月还担任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接下来啊就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了 刘多泉因为能争善战 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华北脚总副司令 被晋升为陆军的上将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不过啊 刘多泉呢 他也早是对蒋介石心生反感 在解放战争中啊 并没有出权力 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 更是跑到了香港并通电起义 在1985年7月22日 刘多泉在北京病逝 享年86岁